剛剛雖然您在那個辯論上已經有提過這個賴副總統 那你還是再跟您請教一下就是賴副總統有關說這中華民國是護國神山到底是促進和平還是災難的一個說法 那您認為這是不是也是涉及國號變更的議題 那也是不是也透露出這您郭基跟侯友宜市長攻擊賴清德部分說他是台獨務事工作者本質的一種顯現嗎 那他剛剛對於他自己台獨務事工作者的一個解釋你能不能接受 今天賴副總統在台詞上面最大的失誤就是 這種所謂重要議題你知道 你怎麼好像沒有準備 所以後來就講的亂七八糟這個我跟你講是這樣 我們可以輕鬆可以演可以輕鬆的時候輕鬆 涉及這一種國家定位要非常小心 我想啦我剛才在台上就已經跟他講我說今天晚上你們那些綠媒 大概那些名嘴都很忙 怎麼替你凹這一句話 中華民國做兩岸的護國神山 是帶來和平還是帶來災難 奇怪你怎麼講這句話 中華民國的護如果作為兩岸的護國神山會帶來災難 那那你今天是 你是要選哪一個 還有一個地方也是講錯 他說兩岸護不隸屬就是台獨 我都覺得奇怪你到底是有沒有讀書 那個什麼是危險的題目要怎麼回答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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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認為他是 單單這兩句話今天晚上就懸然打破了 他一定要出來解釋 這個這個這個 我看很快AIT就來打丟他問他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中華民國 現在還是